我们来看华星保险的一条小资讯 很多的朋友都想要知道 如果他今天是在公司的健康保险下面 到底可不可以加入自己的配偶或是小孩 那事实上我相信大家也可能都了解 就是在公司每一年renew的时间 你可以加入自己的配偶跟小孩 但这是一般的情况 那如果说今天有特殊情况呢 譬如今天如果说您的配偶 有另外一个保险公司的断保证明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在30天之内 把配偶跟小孩无条件的加入公司 这是属于特殊的条件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你是刚结婚 或者是有一个新生的小朋友newbornbaby 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在三天之内 凭借的结婚证书或是出生证明纸 可以把你的小孩跟配偶加进你的公司名下 那有的时候呢朋友会问 那如果说我之前太太没有入境美国呢 那当然现在凭借着你这个入境美国的入境章 我们也可以把它加入你的这个名下 当成一个配偶在公司的保险下 那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今天本来你的配偶跟小孩 他可能是安德在个人健康保险下面 但是他属于的是白卡Medical 那可能因为收入的关系增加了 不再符合白卡的需求 那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只要有另外这个保险公司 当然因为一定是白卡 就是政府的这个断卡证明的话呢 他也是可以加入公司的 所以大家朋友不用担心 其实有很多的条件下 是允许你的配偶跟小孩 可以加入公司健康保险 那如果说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与我们联络